- 嗨,大家好,我是Malzai - 我今天这一支视频呢,可能会穿成这样子四分之三的脸给你们讲话 - 因为我前几天喝酒的时候呢,就是不小心Bergeta到眼角这里,Bergeta打淤血了 - 噢,这样看似真的太吓人了 - 所以呢,我找了一个让视频看下去没有这么吓人的一个角度 - 就是这个角度,就是这个角度 - 好,回归正题,我之前做视频收集你们的问题的时候 - 发现加油姐妹对我这个人妻的夜间生活非常的感兴趣 - 看看你们脑子里面都在想些什么呢 - 那今天的这一支视频呢,就来小小的满足你们一下 - 来记录一下我这一周的夜晚都在看些什么 - 正好我最近呢,是收到了来扣爸爸的邀请 - 来进行小黑瓶二代的打卡挑战 - 然后呢,我会每隔两天记录一下我使用小黑瓶的肌肤状况 - 如果你们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就一起往下看吧 - 开灯,让我先带上我的小发裤 - 把我的小发裤跟上面的花花怎么... - 丢... - 来,好吧,把他取下的花花都在间 - 这样子也有点好笑,头顶一片 -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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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 好,今天呢,就是打卡的第一天了 - 先来记录一下我肌肤的一个状态 - 因为我最近的第一天呢,真的是太忙太忙了 - 其实看我忙不忙,只要看我小花花的情不情就知道了 - 我真的是一忙起来我就忘记发小号 然后获熙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不规律 就脸上呢又开始泛红了 其实这边脸也有给你们看一下 就泛红的还是挺明显的 然后呢讲了一些痘痘 我的皮肤呢是比较敏感的嘛 大家都知道 所以在护肤这一方面呢 我是丝毫不敢代谢的 给大家讲一个鬼故事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一点饭了 好我现在呢就不说废话了 赶紧开始护肤玩去睡觉 有请我们的主角闪亮登场 它呢是这种蛋清的质地 你们看它的流动性很强 而且呢很好推开 闻起来呢就是那种 感觉很健康的一个味道 就是那种比较清淡的 因为我是不太喜欢那种 味道很重的一个护肤品的 我每次读护肤品的时候呢 我都是这样子躺着的解释 就并不是在卫生间里面发生 我只是在卫生间里面呢 求一个清静 不然小哥呢就会来干扰我 它这个精华呢 上脸就是非常的清爽 而且吸收的也是非常的快 你们看我想脸上脸就是水当当了 我就好像去找 等它吸收完之后呢 就可以继续上后续的护肤品了 我了解了一下 它是敏感肌动肌都可以放心使用的 其实我一开始接受蓝蔻小黑品 挑战的时候呢 我是完全没有在怕的 因为我自己呢 也是一直在用他们家的产品 对蓝蔻家呢 我还是非常的有信心的 那今天第一天的记录呢就到这里了 我要赶紧附完 护完 敷 然后呢去睡觉了 明天早上呢还有拍摄 那大家晚安 我正在看心动的信号 我现在呢是比较喜欢女衣的 因为我感觉她长得还挺舒服的 但不知道她后面的性格会怎么样 好 这个是我今天晚饭吃剩下的 鼓家妹饼 打算等一下呢把她给吃了 刚喝的养的多 还有为明天早饭买的一个 咸蛋黄嘟嘟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生存环境 就是在这个床边上 哎呀 我今天的眼睛依旧没有好闯 还是这样子红红的 唉算了 不开心哦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和我一样 就是每天回到家 就算再晚再累 都一定要把自己在追的综艺呢 给看完 就不看完的话 总感觉今天晚上缺了点什么 就睡觉都睡不好的那种 虽然现在呢已经是缺了点多了 但是我感觉自己 好像呢 被封印在了这一个 叉叉米上面 再开火 我就去互服睡觉 拜拜 今天呢 是南克小黑瓶打卡的第三天了 我感觉目前比较明显的呢 就是我的脸摸上去滑了很多 你们看 然后脸上的泛红呢 也稍微的淡下去了一点点 再接再密 我之前呢 就听说南克小黑瓶二代 它的保湿力和滋润力呢 会更强一点 这一点呢 我是感受到的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混合偏干的肤脂 我之前呢 我用完它呢 我也是感觉自己的皮肤 就是变细腻了很多 而且重点是 它不会沾枕头 因为我是很怕那种 很粘腻的护肤品的 但是南克小黑瓶它不会 所以弄完之后 非常的清爽 因为吸收得非常的快 这两天呢 我都睡得很晚 但是脸上呢 也没有什么新的肌肤问题 还是挺满意的 那今天的大家看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我感觉我现在这个人看着 就是不太聪明的样子 就眼睛都睁不开 那大家就后天见吧 晚安 我今天刚回到家 你们看我这个妆脱的 因为今天呢 话也拍了一整天 然后刚刚到家 现在是晚上 11点多了吧 唉 好饿啊 晚饭都还没吃 但幸好 我刚非常机智的 已经在车上点了外卖 等一下呢 我去卸一个妆 差不多外卖 应该就可以到了 我现在真的是 相机都拿不动 就感觉四肢无力 我去卸妆了 不废话了 舒服 终于洗完整了 今天呢 就是我打卡小黑瓶的第五 五天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皮肤 没想到我的皮肤 都已经被我这么折腾 还是完毫无损 除了新长的这颗痘痘 这两天之后呢 开始降温了 早晚温差呢 还是挺大的 其实像这种换季的阶段 我的皮肤呢 还是比较脆弱敏感的 但就这几天使用小黑瓶来说呢 我感觉我的皮肤状况 还算挺稳定的 叮叮 我们的主角登场 其实像小黑瓶二代呢 它就是主打维稳 还有快速修复肌肤了 我呢 也是做了点功课 它里面呢是含有五大益生源和双重酵母精华 就可以强化我们的肌肤屏障 让我们的皮肤呢 变得更加的坚韧 维持长期的稳定 这样子我们的皮肤呢 就不会这么容易生硬了 而且我发现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点吧 就前几年皮肤暴斗过敏的话呢 可能几天就好了 但是现在肌肤出现问题的话 它的愈合速度呢 暂时越来越慢 就像我长得痘痘 就需要好几天它才会消退 更不要说这些痘痘的 但是我使用小黑瓶的短短这几天吧 我感觉自己脸上的泛红 还有这些痘痘呢 都好了很多 虽然现在痘痘呢还有一点 但这个东西你们都知道 需要长期使用它才会完全的消退 但相比我第一天第三天来说呢 已经淡了一点点了 因为小黑瓶它的每一滴激化里面呢 都会释放三千万双重酵母发酵产物 就可以深入到我们的肌肤底层 从根源的去解决我们的肌肤问题 所以就算是我们的肌肤生病的话呢 它也会好得很快 没想到我已经十六个早十六个头 五个肤我的外卖还没有到 可能因为这几天一直下雨吧 我们还是要体谅外卖小哥哥的 那今天的打卡视频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现在呢就等着我的宵夜和晚饭了 我们现在去买外卖了 黑糊糊的 快速少了 这边这边 大哥陪我去买外卖 今天给他打十分 他在夜里白的发光诶 喵喵喵 我点了份双口 希望我的电视焦点呢不要看到这一支视频 吃完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呢是我吃的 这个是小哥吃的 小哥你干嘛看我一眼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 我的夜间生活真的也是挺无聊的 但事实呢就是非常的无聊 而且呢还有点腿 只不过呢是身边多了一个人而已 这个人现在在这边 这边 喝 好了我就去睡觉了 拜拜 嘿 我刚回到杭州 然后再工作 我今天来到姨妈了 但是我来到姨妈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先点上了奶茶 然后现在工作呢也快结束了 我想起来给你们打卡最后一天 今天现在才11点多吧 算是结束的比较早的了 因为最近呢在展国庆的视频 虽然是国庆放假 但是呢我还是会缠着你们的 就让你们每天都看到我 但是呢就这几天的工作呢都挤在了一起 不夸张的说我真是每天 从早到晚都在一直一直一直拍摄 真的拍到我整个人都是不太好 而且前阵子呢又一直在准备订婚的事情 就温州订婚的习俗什么的还是挺多的 这个时候我真的好希望有很多个满满 能帮我一起完成这些事情 不可能了 我现在呢就去卸妆护肤啦 登 哦好痛 又是跟小黑瓶见面的一天 不知不觉呢已经是打卡小黑瓶的最后一天了 其实像这一周的话呢就是离掉的忙 然后做心呢又混乱 而且呢带妆时间呢都非常的长 再加上咱们的事情呢特别的多 就工作还有生活的压力呢都很大 但是你们平一平我的脸 既然啥问题都没有 我就说吧 小黑瓶呢是不会让我希望的 如果是换成瓶时的话 我的脸现在应该已经是大灾难现场了 使用小黑瓶的这七天呢 我感觉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像脸上的泛红啊 然后痘印都淡化了很多 可以说呢它在解决我之前的肌肤问题的同时呢 又在强化我的肌肤屏障 保护着我的肌肤 让我的肌肤呢更加的稳定 更加的耐打 我现在呢已经躺上床了 接下去呢就是国庆假期了 为了能够美美的出去玩 我的肌肤呢随时做好准备 就是要让它稳定就不能出错 所以呢我会继续使用小黑瓶的 让它来保护我这一张老脸 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稍微的休息一下 因为真的太累 今天呢就到这里吧 大家晚安